未来世界人类不用生孩子 婴儿由云朵生产 仙鹤挨家挨户的宋 嗨 各位好 欢迎收看喵妹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奇幻动画 暴力云与宋子鹤 在一个神奇的世界里 神仙体训女人生娃太辛苦 于是决定让云朵来生产孩子 只要你有养娃的需求 就会有仙鹤快递到家 成千上万个云朵 每天为人间的造娃大业尽心尽力 轻轻取一片云朵 一个婴儿就成型了 再挥一挥手 婴儿的帽子和玩具就有了 除了生产萌萌大的小宝宝外 这些云朵魔术师还能生产小宠物 猫咪 狗狗 只要你想要 统统都能满足你 如果你口味比较独特 喜欢养熊鹤的动物 云朵也是可以按需生产的 在一条生产生物的云朵里 白色的云朵专门生产萌萌萌的生物 而黑色的暴力云 则专门负责生产攻击性很强的生物 比如鳄鱼宝宝 熊猛的豪猪宝宝和山羊宝宝 跟暴力云搭档的是一只鹤 为了方便辨认 我们就叫它图哥吧 图哥负责把熊猛的宝宝运送到人间 不过从它一毛不拔的样子 就可以看出这兄弟的送娃之路过于凶险 随着暴力云制造生物越来越凶猛 图哥送娃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难 每次回来都是伤痕的人 不过虽然运送的任务十分兴趣 但这哥俩感情十分要好 这天 黑朵朵最新生产了一个小刺猬 准备到图哥去配送 结果图哥的时候一碰到刺猬 就跟拿到烫手的鲨鱼一样 被刺猬扎的肉头 黑朵朵为了方便图哥运送 立马用明朵做了一个布袋 包裹住刺猬 于是图哥用嘴叠着包裹 开开心心飞去派送了 图哥送货回来 头被刺扎得更脱了 黑朵朵贴心的帮他扶去头上的刺 随后还递给他一个最新生产的鲨鱼宝宝 已经筋疲力尽的图哥吓得远远飞走 暴力云以为图哥顶不住 抛下自己走了 又生气又难过 陆景放了电闪雷鸣的大招 还吓起了暴雨 随后图哥突然叼了一个包裹 返回来了 打开一看 原来这是他刚刚寄来的护具 有了这个东西 以后派送就安全多了 起急而起的暴力云对着图哥又抖又暴 这是什么神仙友情 你要为我着实羡慕 世界上有很多暴力云这样的人 创造暴力宝宝的任务顺利不讨好 容易遭排挤 可是他还是给予他们相同的爱 安心欢喜地赋予他们生命 即使自己不被理解 值得开心的是 他身边一直有个不离不弃的图哥 不过如果你是图哥 你会选择留在暴力云身边伤痕累累 还是另寻归一处呢 本期电影就到这里了 喜欢就给我点赞转发吧